今天要做的是干貝芥菜 參考食材如影片所示 首先先將芥菜一片一片的取下洗乾淨 把杏鮑菇和紅蘿蔔也洗乾淨 接著將杏鮑菇厚切 雙面刻花 這個就是干貝杏鮑菇的做法 我這邊影片就簡單帶過 詳細的過程請看另外一支干貝杏鮑菇的影片 將豆包切成小塊 我們要利用豆包煮成高湯 用一個鍋子放入飲用水煮豆包 用一個鍋子放入飲用水煮豆包 在等待的過程中 接著來處理芥菜 將芥菜切小塊 紅蘿蔔用波浪刀也切成小塊 如果沒有波浪刀 用一般的刀子把它切成小塊也可以 只是有波浪刀切起來會比較好看 放入鍋子 放入鍋子 細胞菇煎好之後 就拿到旁邊 放在一旁待會備用 煮一小鍋的水 水滾之後,把薑片、芥菜跟紅蘿蔔放下去滾煮 大概煮5分鐘左右,最主要是把芥菜煮到軟 煮好之後,就把它撈起來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用另外一個乾淨的鍋,把剛剛煮的豆包高湯倒進來 然後剛燙好的菜也倒進來,把它拌勻 接著加入飲用水,水味要微微醃到所有的食材 接著加入鹽、香菇粉調味,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用蓮藕粉,或者是太白粉,勾勃芡 我這邊用的是蓮藕粉 抹米芡,再再涂成小顆 拌勻到一旁,然後再涂成小顆 然後用來三顆,把鹽油運送進去 放在黏 Christian條,然後放在小顆 沖潰的一旁,然後放在小顆 沖潰的完蛋上,放在小顆 沖潰的小顆,放在小顆,放在小顆 沖潰的小顆 沖潰的小顆,放在小顆等 可以放在小顆的小顆 然後加入適量的胡椒 加入一小匙烏醋提味 盛盤之後 把干貝杏鮑菇放上去 那就完成囉